1566年腊月十四,冬日里阳光明媚,一束光照进了大牢,照在海瑞的身上,温暖和煦。 这时,狱卒给他端来大鱼大肉,他知道自己的断头饭终于来了。 海瑞二话不说拿起筷子一顿狼吞虎咽,一次光盘行动就完成了。 他斯文地擦了擦嘴,端坐着,等狱卒动手。 这时,只听一个狱卒说,海大人皇上驾崩了,他留了遗诏,要新帝重用您。 您很快就能出去了。 听完这话,海瑞愣住了,紧接着他嚎啕大哭起来,哭得撕心裂肺,哭得开始打嗝,一打嗝不要紧,把刚刚吃进去的又都吐了出来。 这可把狱卒给吓坏了,心想,海大人难不成脑子有问题? 海瑞是真的为家境难过,因为在海瑞的心里,家境是君父,那他当初为什么还会因为骂家境而进监牢呢? 这还要从海瑞不愿与官员同流合污说起。 1514年,海瑞出生在一个秀才之下,但他的秀才老爹很早就过世了,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,对母亲为命是从。 据史料记载,海瑞30多岁已经娶妻生子了,她依然跟母亲同睡,可见海瑞对母亲的依赖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。 海瑞的母亲确实是一个可以依靠且值得敬佩的女子,她虽然没有像孟母那样三次搬家,但她始终信奉,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智力名言。 家里再苦再穷,她宁可出去给别人做针线活,也要供海瑞上学堂。 读过圣贤书的海瑞,谨遵圣贤教诲,被海瑞长大后成为知情合一的教育家,奠定了基础。 那时,小小的海瑞就有自己的梦想,超越父亲,考上举人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 海瑞努力拼搏二十余年,直到36岁了才实现梦想,考上举人。 此时,摆在她面前有两条路,继续科考,直到考中近视,就可以七品官起步,品步青云,或者等待机会,直接入室。 最后,能混到个七品县令,就是祖宗保佑了。 海瑞清楚自己的实力,从来就不是学霸的她,就算考糊了,自己也未必能考中近视。 不如就去力部报道,分个闲差,带着老娘安享晚年也不错。 还好,老天眷顾海瑞仅用了五年时间,她就等来了一个职务,福建南平县教育。 收到任命通知,海瑞就带着老娘去了南平。 俗话说,新官上任三把火,海瑞只烧了一把火,就给自己得了一个海盐王的绰号。 那个时候的学校没有校规,只要考上了巨人,就没人管你来不来上课。 迟到早退,旷课休假全都随意。 但现在海瑞来了,她颁布了考勤制度,有时请假,无时不得旷课。 这下,学生们的自由活动被海盐王给判了死刑了,好日子到头了。 大家都以为这把火烧少几天就得了,总有灭的一天。 可谁知,直到海瑞高升,这把火都烧得旺旺的。 而且海瑞一身作则,最早来最晚走,整得大家都不好意思违规了。 学生们都被海瑞制服了,制得服服帖帖的。 连带着家长都带见海瑞。 因为他不收礼,对同学一视同仁,简直是教育界的讨行之呀。 正当海瑞在学校混得如鱼得水的时候,上级盐品县知府按例来视察。 这可是五品官员,海瑞是几品呢?没品。 但人家有圣人的教诲,为师者不贵。 所以当知府来的时候,所有人都跪下了。 只有海瑞腰杆挺的笔直。 从此,他又多了一个绰号,海比架。 别说,还真形象。 知府大人心里憋屈,但他没说,甩手走了。 谁知让他更憋屈的还在后头呢。 因为不久,巡员玉石来了,海比架依旧不贵。 玉石可是中央来的,知府得罪不起,海瑞帮他得罪了。 于是,玉石饭都没吃就走了。 知府饭都没吃就来骂海瑞了。 海瑞就听着知府骂。 知府骂够了,他滚弓手回家吃饭去了。 知府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。 海瑞就是这么一个百姓喜欢上司讨厌的人。 这样的人,即使放在当今社会,那也是不可能升官。 能平安混到退休就已经不错了。 可是,那个靠上司举荐的年代,海瑞竟然升官了。 1558年,海瑞受到调令,去浙江淳安任之县,官拜七品。 别人求爷爷告奶奶送金子送银子也不一定能混个七品官。 海瑞却在分文未送,还得罪上级的情况下连升六级。 海瑞哪里来的好运气呢? 说起来,实干家还是有人欣赏的。 此时欣赏他的贵人就是朱衡。 朱衡当时是福建的学政, 他看到了海瑞在教育上的改革成效, 十分欣赏他,就把他推荐给了上级。 海瑞才能官升六级,当了支县。 海瑞到了淳安,得到了县里主要官员的热烈欢迎。 他们各个毕恭毕敬地迎接海瑞的到来。 即使这样,还是没能阻止海瑞新官上任烧的那一把货。 这次他没有立新规,而是除旧制。 他戒掉所有灰色收入, 这可是官员们发横财最主要的途径。 开始,大家以为他是三分钟热度。 等这个热度过了,海大人自己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 毕竟他也要生活的,不是吗? 让人想不到的是,海大人自给自足, 上班走路不做觉,每天吃白菜豆腐穿粗步麻衣。 官员们看不到希望了,就自己给自己找出路。 最后,他想到的出路就是罢工。 也就是现在说的,非暴力不合作。 大家都等着看好戏,看你海瑞一个人怎么玩赚整个县衙。 于是,传安县衙就出现了这样诡异的一幕。 衙门里没有师爷,他自己结案。 没有文书,他自己记录。 没人寻接,他就自己多走两圈。 没有住手,他自己查案。 自己审案,自己判案。 没人打板子,他就把家里的下人叫来凑数。 就这样,海大人一人把控整个县衙,依旧有条不紊。 眼瞅着县衙里的人都要失业了。 大家赶紧回来,各司其职。 这下,海大人又把县衙里的人给制服贴了。 就算有心理不服的,也不想丢了工作。 对待下属严苛,这都是小事。 大家为了混口饭吃,都能忍。 但面对金钟的大官,他依然铁面无私。 胡宗宪的公子来县里旅游。 海瑞不但对他不理不睬,还替胡宗宪教训了一回儿子。 只能说胡大人心胸开阔不跟他计较。 但不是谁都像胡大人这么通情搭理。 海瑞的运气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好。 就在他又一次不热情接待,得罪了这位金钟来的大官, 颜木青大人,给自己埋下了隐患。 淳安现在海瑞的治理下,百姓的负担小了,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 百姓安居乐业,官员却叫苦连天。 终于有一天,淳安的官员听说了一个好消息, 咱们海大人升迁了,调到嘉兴,当通判。 于是,淳安的官员锣鼓喧天,鞭炮齐鸣。 而嘉兴的官员哀声叹气,叫苦连连。 这时候淳冒青的小心眼发作,跑到嘉兴面前告了海瑞一撞。 结果可想而知,海瑞的通判一折,没有了。 如果没有贵人朱衡,海瑞没准都要回家种红薯了,哪里还能再混迹官场。 彼时的朱衡,已经是此时的立部副部长了。 在朱衡的暗中维护下,海瑞虽然没能去加薪,但还是混了个江西支线。 别看海大人不招官场的人待见,但是他业务好,每次考核都能名列前茅。 加上朱大人的暗中保护,海大人又升官了。 这次可是正经八百的金关。 金城是鱼龙混杂的地方,从来不拒官员的海大人。 上骂皇帝,下骂白官,路见不平一身后,这次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嘉靖,直接把自己送进了大牢。 他的一封治安书,把嘉靖骂了一顿,气得嘉靖桌子都掀翻了。 当时就命人捉拿海瑞归案,这时嘉靖的贴身太监说, 据说海瑞这个人脑子不太好,在上书前他已经买好棺材,等着您去抓他呢。 嘉靖虽然沉迷恋丹,却也不是不学无数的昏庸之辈。 他平日里经常拿摇顺子笔,此时嘉靖听说海瑞竟等着自己去抓,他的气就消了一半。 拿起被丢在地上的奏书,又咬着牙读了几遍。 嘉靖说道,海瑞他是想做笔干,我却不是咒王。 死罪可免,活罪难逃。 他命人先把海瑞抓起来,受点皮肉之苦再说。 就这样,海瑞被关进了大牢,他的壮举也在民间流传开来。 一封治安书让海瑞在百姓的心中名声大噪, 成了大家敬仰的海青天。 也为后世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创作的源泉。 其实,海瑞并没有影视剧中那么的完美。 他不是圣贤,他也犯过错。 他所犯下的错误,要么因为他最近爱的母亲, 要么因为他心中的信仰。 古语有言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 为了完成他的孝,他不惜连修两期。 七十岁那年,还用纳一方妾室。 幸好第三位夫人生下两子,全了海瑞的孝道。 但这两个儿子却在海瑞上知安书的那一年,都夭折了。 有人说他自己都不想活了,为了不让孩子受罪,亲手世子。 但真相如何,已无从考证。 但海瑞杀女却被明代人姚书祥记载在《建制编》里。 只因五罪的女儿吃了仆人给的一块糕饼,海瑞大怒。 骂道,女子怎可接受男仆的糕饼。 你只有饿死,才算我的女儿。 小女孩听了父亲的话,啼哭不止,不肯进食, 七天后还真就活活饿死了。 后人皆称,非海公,不能生死女也。 可女孩何辜? 就为了这吃人的礼教,和成全他父亲近似疯狂的信仰,悲哀呀。 但这不是海瑞一个人的悲哀, 而是整个封建制度下所有人的悲哀。 而这件事也让海瑞近乎完美的人生有了一点瑕疵。 家境死后,新帝登基,海瑞被释放。 但在新皇万利地的心里, 海瑞就是一个善君卖职的孤民钓鱼之位, 虽有才能,却不能得到同事的认可。 这样的人又能走多远呢? 在一个与自己三观不合的皇帝手里工作, 海瑞只能当一个空有头衔,却无实权的职务。 即使这样,不合群的海瑞还是很难。 很快就受到了排挤,被革职复闲了16年。 直至万利十三年,公元1585年才重新被启用。 万利地启用他的目的就是把海瑞设为标杆, 成为众人的榜样。 万利地说,海瑞这人办事能力一般, 但其清廉却是我大名所缺的。 此时海瑞已是72岁高龄, 他任职期间依旧严惩贪腐, 惩直豪强,倾见绿脊。 那些官吏听说海青天来了, 吓得自动辞职。 土豪猎身,纷纷搬家。 但是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实干家, 又一次被弹劾了。 还给海瑞安了一个搞笑的罪名,鱼肉弑身。 这样的罪名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 海瑞独享。 73岁的海瑞又一次被贬值到南京, 仅上任两年就病死在镇上。 海瑞出病那天,南京城,万人空巷, 痛哭声汗天动地, 百姓自发地穿白衣戴白帽, 带来祭奠海瑞。 纵观海瑞这一生, 他将清廉贯穿始终, 被百姓做时事, 却成了官员的眼中钉,肉中刺。 他认真到偏执, 下城贪官, 上马昏君,知行合一。 他虽不是旧式的宰相, 却是百姓心中的清天。 相较于影视作品中的海瑞, 真实的海瑞,或许没有那么的完美。 但他在明朝那样一个贪官横行, 宦官当道的朝代, 能言于律己,一心为百姓。 他不仅是一种信仰, 他更是信仰活着的样子。 这正是我自横刀向天笑, 去留肝胆梁昆崑的真实写照。